昨天是历秋,但是台北却出现38.5度的高温,打破今年最高温记录,全台用电量也跟着大增。台电量出了今年第一颗限电警戒红灯。台电预估今天一直到周五将连亮四颗红灯,而周三到周五还有可能会出现限电准备的黑灯。 今天是历秋,但台湾各地就像烤炉一样,台北市在接近中午出现38.3度的高温,1.57分更是飙迫38.5度,不仅打破今年全台最高温记录,这也是台北侧站自1897年设站121年以来的第八高温记录。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整个高压比较偏强的原因所造成,低车冷气的这个废气的排放,再加上我们大台北的一个盆地地形,所以这个热真的是很不容易散出去。 高温飙到38度以上也让用电量大增,效果全台用电超过3600万千瓦,比台电预估的3560万千瓦拉高了50多万千瓦。 备转灯号也亮出今年第一颗限电警戒红灯。 为了节电,下午1到3点都关冷气的政府各部会,今天下午3点要重启冷气时, 交通部大楼突然跳电,冷气和电灯都无法使用,整栋大楼热烘烘,20分钟后才恢复供电。 面对电力吃紧,台电预估明天起到周五连四天, 尖峰负载都会达到3620万千瓦,将连亮四颗红灯,其中周三到周五最危险。 被转容量将只有67.5万千瓦,再少时7.5万千瓦就会亮起限电准备的黑灯。 但台电仍强调,只要民众在下午1到3点用电高峰期节电, 就能疏解宫电压力,记者为了陈昌文退报导。